所以剛剛的部分 我來把重點講一下 這邊可能同學不太熟這個啦 記得按右鍵插入一個致電錶單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這個工具箱 當然你不小心把工具箱關掉也沒關係 這邊有個工具箱按鈕 這有點像一個什麼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榔頭吧 OK這個 然後標籤文字方塊跟按鈕 反正把它加上去就OK啦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我們最後 然後我剛剛有改了一個地方 上面好像本來叫什麼 User Phone 1啦 如果你覺得這個User Phone 1看起來不好看 你可以把它改成 跟那個網頁上面的名稱一樣 叫每日外匯 我是把它直接從網頁上面那邊的名稱貼過來 那記得放哪裡呢 就是放在這個caption上面 所以記得把每日外幣 什麼參考會的查詢 放在caption 這個叫caption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Enter之後上面就有這個名稱了 那所以呢 目前你假設執行它的時候呢 它就會跳出來 但是你現在按它沒有work啦 如果你要讓它work的話也蠻簡單的 其實只要在送出查詢上方點兩下 快點兩下 它會跳出一個 讓你可以寫程式的地方 跟那個模組很像 不過跟模組不一樣喔 它這個地方是 就是把它關掉一下 記得喔 送出查詢快點兩下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它的那個 它一樣是個SUB 後面的話它的SUB名稱叫 comment button1 指的就是那個按鈕 被click click就點一下 那把程式寫在這個SUB的下方 那要寫什麼啦 其實蠻簡單的喔 你就是寫 把剛剛的這一段程式你從模組裡面打開有沒有 然後把剛剛的程式 把它從SUB跟NSUB中間這一段程式複製一下 然後再切回來 切回來就直接關閉這個程式 裡面這個喔 關閉視窗 它就跳回來 請你把它貼到 comment button1 click這個地方 把它貼上 好 那其實你只要改兩個地方就可以了 哪兩個地方 就是x跟y的來源 那我的x 剛剛是用inv box 取得資料 那現在的話不是 現在是放哪裡 現在是放這個 這個東西 這裡啦 這個叫什麼 叫textbox1 這個叫textbox2 所以呢 我如果要取得的話呢 很簡單 就是在這邊寫一個 不用inv box 叫textbox1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屬性 叫點 點什麼 點test 就是意思說 在文字方塊裡面的文字 幫我取得 所以就是 使用者輸入那個 的文字是這個 ok 那y的話呢 顧名司機嘛 應該可以猜得到嘛 叫什麼 textbox2 下面那個是2 ok 然後呢 我這樣就 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我們將來呢 如果要查的話 那就是把那個 就是textbox1裡面的 從哪一天開始 到哪一天結束 那就ok了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它run一下 run的話直接按執行 它就出現了 這樣把它輸入 比如說要查 2019年的好了 2019年的1月1號 然後你按個enter 好像會跳下一個 2019年的2月好了 2月28 好 這樣的話呢 按送出查詢 底下會不會出現 會出現 所以感覺這個好像比較專業 而且寫出來 感覺相對比剛剛inv box 應該是 還來得有質感一點 不過可能要放整齊 不要放歪七扭八 而且旁邊可能要 那個左邊右邊的空白 可能要盡量保持它一樣 不要看起來好像 所以喔 如果你可以做這樣 那其實還 越來越專業的感覺啦 甚至如果你將來 你假設去面試 甚至你可以demo一下 人家如果啊 你demo一下 你會不會寫VB 會 你可以demo一下你的作品 你就把這個作品拿去給它看一下 哇 你會寫VBAA 那表示這有亮點 對不對 OK 好啦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關掉的話 這邊有個XX 你把它按關閉就可以了 當然你也額外可以寫一個程式 不過我覺得已經有XX 你不用特別寫 把它XX關掉 這樣就恢復了 那將來如果你要把它打開的話 有沒有 你說老師 那將來我要怎麼把它Run它 那其實喔 如果你要Run它的話 它叫UserFone1啦 所以將來你只要寫一個按鈕 叫UserFone1點Show就可以 點Show就是把它秀出來 所以喔 如果將來我希望增加一個按鈕在旁邊好了 像上個禮拜這樣 在W這裡好了 比如說什麼 欸 匯率 假設我希望查一個什麼 匯率查詢好了 我把它這邊加一個 那如果你想要把這邊加一個匯率查詢的話 那你只需要在這個VBA裡面喔 記得喔 在那個module裡面寫一個 也許叫什麼 就是 匯率查詢好了 寫一個SUB 看一下我們 叫匯率查詢好了 就是把剛剛那個 那個叫出來了 就匯率查詢 一個SUB 一個SUB 就一個按鈕 Enter 那你要怎麼樣把剛剛的這個表單叫出來 很簡單 把它的名稱打上去 後面加點Show就可以了 這個名稱 這個表單如果沒改 叫UserFone1 後面加點Show就可以了 所以你打一下 US 你看這邊 這個就有一個表單名稱 可以嗎 UserFone1 記得字不要拼錯喔 那怎麼知道你字拼錯 因為你點下去喔 假設沒有這個下拉清單的話 那表示你字打錯了 你檢查一下喔 然後後面打個Show就可以了 這樣就OK了 UserFone.Show 會去查詢嘛 然後這邊就是UserFone.Show 然後呢 執行它一下 有沒有發現出現了 關掉 關就不要另外寫了 最後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在文章裡面寫一個叫匯率查詢 然後只要寫一行程式 就是UserFone1.Show 它就出來了 最後當然你可以把這邊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按鈕叫匯率查詢 就剛剛我們寫那個Sub 在哪邊呢 在這邊 W欄這邊 然後加一個匯率查詢 這邊就有了 那你把它按一下 它出現了 有沒有 你可以輸入啦 如果不要的話把它關掉 其實倒還OK 所以如果你希望把InputBox 改成就是像這樣的一個查詢的話 這邊的話請各位就是試試看 我再把重點講一下 一我是直接把剛剛的這個程式 有沒有 這個重處才點兩下 直接貼上剛剛寫的那個 那一段程式 然後呢 把後面的這個InputBox 改成叫做 本來是那個InputBox 改成叫TextBox 後面1.Text就可以了 那個敘述不用啦 因為我們前面有標籤嘛 那1跟2 OK 改這兩個就OK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呢 直接RUN它就會出現 但是如果你今天希望 在這個地方增加一個 匯率查詢的按鈕的話 那就在模組裡面寫一個 叫匯率查詢的Sub 裡面程式一行 叫UserFone 1.Show 這樣就OK了 試一下 好嗎 謝謝 阿滋 來啊